我既然錄這集收穫真的很多 後面會更多 後面會更多 真的 我現在一直在想 我下一個副業要做什麼 你不可以講 對 你有這樣很危險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最後一個就是代寫功課 聰明人的 可以代操 法寫 代寫寒暑假作業 那這個薪資我覺得應該不高 你應該很熟大 你應該 因為他超級聰明 你們知道嗎 沒有沒有 你以前念的學校是全球排名 有錢 千五十 很強 很全球 還好 還好 弟弟比較厲害 弟弟的光芒太高了 沒有 跟爸爸一樣 所以你以前有到同學 代寫過功課或是什麼嗎 也沒有 因為我其實算乖學生 不想要做這種 有可能會被退學的 而且你不缺這個 這是重點 你問很多朋友 就是他們因為學業的關係 不是 我們很常見就是論文 他現在這個東西就是 要寫論文是不是 好 我就花一筆錢 就會有人幫你寫論文 真的喔 可是這個論文的消費程度在哪裡 就是因那個內容而不一樣 比如說你想說簡單寫 不用到太深入 不用太專業 那可能五萬就有了 如果你是要寫一個很厲害的論文 太貴了 就是厲害到他真的用心幫你寫 獨一無二的東西出來 然後那個東西是 人家可以拿出來說嘴的 對 可能八萬到十萬 我覺得這種工作真的有風險 因為你會讓他的成績 突然一下變好 對 老師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說那種便宜的也有可能是 他去上網找公版 Copy下來給你的 然後過幾年出社會就被抓到 就會被抓到 太久了 真的會有找公版 我想補充一下 現在其實那個chat GDP很紅嘛 就是大家都用AI寫作業 其實好像也不太需要 這是這幾年比較流行 因為我們是比較復古的人 那你要刷得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親自豪哥 揭曉一下 這麼小 一字 用一字算的 一字0.1 0.3 一年按字數難易程度報價 越多字可以折扣 是 原來是這樣 像我自己身邊那個朋友 到了暑假 我那些朋友他就直接上網 去找那個代寫功課 幫小朋友寫功課 你說國中 國小這樣子 對 寒暑假 那一定是出國去玩 那你出國去玩 你怎麼會浪費時間 在寫功課上面呢 對 對不對 你就花一點錢 父母親也不用操心 對 小朋友也爽爽玩 然後幫忙代寫的也爽爽賺 三贏 他這個價錢 他就是按字數 比方說如果就是 學生的作業比較簡單 他就是可能按字而論 那剛剛雨柔也講的 如果是像論文 然後或是專題 他需要一點專業 那可能也依據內容的一個 深淺的狀況 所以他收費標準也不一樣 代寫功課其實也要一點技術 因為你總要筆跡一樣 你要模仿一下 程度也要一樣 對 不然老師說 這筆跡不一樣 交出來的功課 其實好像也不會通過這樣 我真的是有朋友 投資寫論文 就代寫論文的團隊 在某個國家 然後他投資的有什麼 可以保證你上某個期刊 學術期刊 對 然後他們就是 是投資總金額大概七八千萬美金 對 就我有提供 對 這是真實的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MISS CHO CHO的 最夯最強手的賺外快是什麼呢 我們先從第五名開始 寵物保姆 常見 日薪兩千塊以上的 像我之前外景看 一出國就是 可能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狗如果送到那個寵物旅館 對 都不放心 對 一個不放心 雖然它有那個攝像頭可以看 但這種也是錢 你知道嗎 對 很貴 這樣一出 很貴 而且你知道 我們家那個米克斯也老了 如果能夠請這個寵物保姆 來家裡照顧 再接一個打掃 打掃一下 也還不錯 這個行業 我覺得有外國朋友 他這邊就是只有他自己 他想要去日本 背包客一個月怎麼辦 家裡有貓有狗 那他就是找保姆 這樣子一天四百 但是是持續一個月 這個很划算 一天就來個兩小時就可以了 國外有那種開發的APP 像我弟弟就是每天接觸不同的狗 沒錯 牠每天都在照顧 然後每天就是跟狗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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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然後牠又開心又可以轉外來玩 所以你弟弟是寵物保姆嗎 算是 因為那個APP就是設計 有人要出國就可以在上面預約 然後來接 或是接收過去都可以 所以很方便 那時候還沒有APP 對 現在是還滿時代的流情 其實寵物保姆 大家如果我們在看電影 歐美的電影不是有人就去家裡 然後遛狗 其實牠是從國外衍生回來 那寵物保姆為什麼那麼盛行是 我們現在可能生小孩的比例越來越少 那現在都養寵物作為毛小孩 我們都俗稱毛小孩 那其實現在寵物旅館其實 我覺得牠是滿盛行的 而且牠會客滿 費用也不低 所以就寵物保姆這樣的一個工作盛行 那我可能我今天剛好沒事 我自己有養寵物 你可能也有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其實牠是現在也滿 一個夯的一個型 對... 這個滿推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那我們來看看印尊人次破千的 祕密客 時薪500到2000以上 祕密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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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懂 我告訴你 上節目就是要告訴大家一些 你有看過的東西 真的 那都是真語的 我們現在那個知識方面 你媽的知識王耶你 知識王嗎 祕密客是什麼東西呢 真的嗎 我還差一點去當個祕密客 什麼意思 你想做的也太多了吧 要賺錢了 祕密客其實是 因為之前我身邊真的有朋友 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去內衣店 然後他就假裝他是客人 然後他就要體驗完這一整套服務 那個服務生對你的態度怎麼樣 他都要記得喔 然後他幫你試穿那個內衣的時候 他手法對不對 他流程對不對 然後之後他要回去寫一份 就是簡單的心得報告 然後交給他去的這個內衣的總公司 其實他是個總公司的祕密客 派來的 派來看他們旗下的這個店員 是不是OK的 態度是不是怎麼樣的 你像去一家店喔 你離開可以拿大概 五六百塊 五六百塊 你看如果你會賺的話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講某A品牌好了 它有很多分店對不對 你一天去十家 你一天賺五千 真的耶 對 你眼睛都亮了 對 你又亮了 他現在眼睛都有那個甜的食證 他實心會這麼高 是因為時不時你可能要被摸 身體 那沒關係 OK 都站在這邊了 而且真的失誤 要在找 女生摸 柳姐剛剛講的我想到了 因為我以前在全家便利小年工作的時候 他們也有秘密客 但實心因為不用喬奶 所以沒有這麼高 對 但是他們就也是秘密客 就是要到每一個 可是你不要看他實心低喔 他變得是全省的全家 他都可以去 所以那個薪水累積起來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只要假裝客人去消費 看看那個店員有沒有記得給點數 或是有沒有記得報會員 或是有沒有記得補什麼東西 檢查一下有沒有東西過期 就可以了 秘密客這個角色這植物其實很神秘 它其實已經源自很久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秘密客這個起油 我們通常會想到什麼 米其林有沒有 對… 米其林其實就是有秘密客這種來看餐廳的 我的餐點包含所有的服務品質 它是一個來評鑑我們所有的一個 服務品質的一個標準的一個部分 所以會有這樣子一個特別的角色 針對這樣的角色 其實現在他的薪資更高 所以很多人會很嚮往 可是他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個工作 比方他需要具備三種人的一個條件 第一個 樹人 大家會想說樹人 就是他整… 樹人很多耶 對 但他整體形象他就不能太出色 他不能像莎莎姐這麼漂亮 謝謝 這麼帥 因為你這樣去到店家 太顯眼了 對 太顯眼 會有過多的一些服務的提供 額外項目可能我就送你或是 我對你就比較合言越色一點 這樣不是本身的一個服務流程 那再來就是他必須要職能 職能是職業的職 比方說他今天可能去這種內衣店 他就要對這種東西很有概念 他知道說這個時候其實 那個門店小姐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那再來就是打人 比方我今天要很懂得美食 我才會知道今天我們進餐廳 那個餐具怎麼不對 對 少了一個什麼 你久到的好不好 準不準確 所以其實祕密客 它也是一個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像我們場上 你這樣看 有誰比較適合當這個祕密客 他說他不能長太好看了 對 他也很危險 很危險 結果來看大家都挺不適合的 對 真的 我什麼就是 超懂的說話 這是陷阱 對啊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模特兒 也就是我們第三名的搶手職缺了 那這個薪資行情呢 有三百五到三千以上的時薪 以前在做一人之前 就是像我剛剛說 我都在餐飲業工作 然後那時候餐飲業是一個小時 七十八八十的那個年代 對 我們小時候就那個 一個時段只能工作四個小時 我轉到模特兒之後 然後我發現天啊 太好轉 因為他做的工作 其實跟我在服務業做的工作 其實幾乎一模一樣 我就是穿得比較漂亮 然後在展場裡面發DM 其實你就只要發DM 你也不用跟他講說 這台電腦怎麼樣 或什麼什麼的 他只要憑著我們剛剛發的DM 回來再聽Sales講完 並且購買電腦 一台平板抽五十塊 那個年代 然後一個筆電抽一百五十塊 妳可以抽 我可以抽 我的資訊展一個禮拜 大概十天或八天 我可以賺十幾萬 不是 不是 你那個時候幾歲 你十幾萬對來說超多吧 超多 因為我那時候一個小時 是七十五八十塊的年代 對 對 其實你穿得也很正常 就是對 你也不用穿得真的很快 然後就化個淡妝就可以了 你喜歡我們這一集 接受的內容嗎 現在要助上的是 按上訂閱 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ill 按著按著按著 這這這這這這